各位觀眾大家好,繼續收看我們的直播環節 家庭觀眾有任何問題可以隨時打電話來 又或者給電郵我們 身邊有嘉賓來自研究部的經理直耀輝 在旁邊跟我們聊天,Stanley你好 我們先聽電話 是否陳小姐在旁邊 是,陳小姐你好 你好,你好 麻煩請問8100怎樣看 8100公司現代賣出很多公司 怎樣看這間公司 我是6800米日的 買得很少 我想問6800米日 6800米日 現在回分大約半成左右 去到5700米日的 8100就比較笑家庭觀眾問一些 不過在圖表上就要跟Stanley談一談 因為都幾恐怖 都回落了 暫時又怎樣報復 教授時報有些消息 說4名股通配售24%股權 是的,但我有些好奇 陳小姐為何你會買這隻股份 我看他考古的石大石膠量 明白,看到他成膠量這麼大 就想一下這隻是不是有些後卓 所以就想著買這隻 是的 其實你說這隻聯盟活力 之前的時間有很多消息 印象之中 其實如果你看過去一段的時間 我覺得很久之前 我看大約一年之前的時間 當時騰訊入股 不過那個量好像間接地入股 但那個量很小 很少 但當時因為這個消息 令他的股價抽升了很多上來 但之後的時間 其實公司有沒有搞錯 又真的不見很多 還有我印象中 公司做的是什麼呢 是教學的軟件為主 公司上年就虧大錢 今年的第一季 就叫做轉歸為營 但這個因素 都不足以令股價 有比較好一點的表現 嚴格上 如果你本身這一刻有課的話 坦白說 它的形勢上 就像剛才Jarnet所說 都真的差 你可以說現在還未轉勢 但唯一可恨的地方 就是現在這段時間 你會見到的 它的股價在5,500附近有支持 即到5,500這些位置 幾次都跌不穿這個價位 所以如果你是以一個部署上來看 我會先建議你 陳小姐 如果你有課的話 暫時以5,500 作指示位 其實公司本身的基本因素 其實我覺得是一般 你也可以說 公司之前都有比較多的投資者減持 這些因素比較負面 所以變相之下 你可以說5,500這個位置 這個比較重要的防守位 不穿的話 先拿著貨線 但上面也不要太貪心 如果假設 真的有機會 可以大幅上去大概50天線附近 即現在這個圖片上見到的 大概6,700這些位置 都先行就省省 有沒有其他問題 有沒有其他問題 沒有聲音 電話切斷了 還是先耍 陳小姐你的電話查詢 看看電郵的情況 收到淵淵給我們的電郵 三民三色股份 第一隻就是華南城編號1668 一隻股份 看看股價 急升超過4% 報3.56 他說3.26 即3.26就入貨了 現在怎樣部署 是否應該做止賺的動作 其實有貨的話 這些就先拿著貨 事實上 近幾天的時間 這些物流的板塊 我覺得開始有點異動 因為不單單是他的 其他一些物流股 都見到似乎表現上 好像扭轉了之前的弱勢 還有華南城本身 大家都知道 都有這個騰訊概念 事實上之前騰訊的股價 做得比較差的時間 華南城的走勢 都受到拖累 雖然公司本身 你可以說大家做的業務 有很大的分別 你可以說做一些 物流成為主 其實本身跟騰訊那邊的 業務的關聯性有 但是它的股價 就不應該跟著來走 但之前就不是 之前你看看騰訊的股價 偏遠的時間 華南城的股價 都是 就是之前說 之前的時間 四個兩 大概五元邊這些位置 一直滑下去 在大概三元邊這些位置 才見到支持 但你想想 由五元這個價位 滑下來 那是跌到多少 差不多四成 所以你可以說 現在有些反彈 其實如果現在這一刻 你裡面有貨的話 我都會建議先拿著 我對華南城的前景看法 其實不是太差 我覺得它本業本身的發展 其實是OK的 所以你有貨的話 先拿著 還有我想 如果你問我的一個 比較上中短線的目標價 我會設定在四元邊這個位置 OK 另外就是問579 經能清潔能源的 家庭觀眾 這隻就在3.34元入貨 現在都賺錢 去到3.57元的水平 暫時沒有升跌 這隻就想了解 是否都做了剪載動作 我覺得應該都拿著了 因為都留意到 近來都好像這些股份 或者環保相關的股份 好像強了一些 再加上較早時份 發覺位就說 推了有80個 鼓勵民之參與的項目等等 所以對這些相關板法來講 都有一個利好的消息 在這裡帶動 參試是不是都繼續拿著正點 拿著先 你也知道我環保股 一向都看得多樂觀 所以就幫你輕輕回答了 剛才 都是的 不過 有這麼說的 你說現在看經能的表現上 坦白說 差一點 他的表現上 真的做得不太理想 甚至乎 例如公司之前出的業績 我覺得都是一般 這個都令我有一點意外 但問題是 股價方面 現在接近三元兵這些位置 暫時打到底 所以你說這些位置 跌穿的機會 其實是不大 反而很認同 你說現在有貨的話 這一類的板塊 先拿著 還有始終 或者之後的時間 依然有很多叫做割刷的扶持 這個我覺得比較重要 所以變相 如果有貨的話就拿著 你說真的擔心 暫時來說 二分三或四 做一個叫做止息的部署 不穿這個位置的話 拿著貨 看看有沒有機會 挑戰之前的高位 四分到這些位置 OK 好 最後問了 就是中日北車 六一九九九 昨天來說 第一天掛牌 看到昨天就好像同資股價 沒有升跌 都想了解那個情況 現在來說 升五千步五個一毫式 北車方面 如果未有貨 可不可以買呢 因為始終都見到 鐵路投資方面的額 都升了 去到八千多億 又說 是不是可以看好一點 但這個消息 都說了很久了 所以變相之下 對於公司的股份的支持 差一點 而且始終你可以說它身不逢時 就是拿著你上市的時間 一來 大家怕這個AH股 那個差價的情況 第二就是 市場對於你說 這些叫是鐵路的板塊 那個熱情度 冷卻了 所以變相之下 其實你說 如果沒有貨想買 我覺得都可以先等等 其實北車的業績也好 業務上的發展也好 我都不差 我甚至乎覺得 北車現在的股值也好 哪方面也好 比藍車更加之優勝 但無奈 無奈 你可以說現在的市況 我暫時不走 所以初步看 對於北車現在的投資部署 我暫時會先建議等等 如果有機會真的下去 試到五元邊的位置 到時再考慮 好 等一等 北車方面 謝謝 淵淵你的電郵 我們轉聽電話 是陳小姐在旁邊 陳小姐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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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小姐 不好意思 我麻煩你 我想問1299和3033 明白 1299先 我在37個包貨買 現在時常上下下 究竟是 他好還是放了他去免體貼 明白 友邦1299 38.2毫半 暫時升兩毫 泰國方面 地緣政治那麼緊張 對友邦方面影響又大不大 其實你可以說 我原先估計 今天友邦我嫁 我初初估計會滑下去 但誰知又不滑 反而現在還站穩在 368元流勝的水平 事實上泰國那邊 你說有沒有影響 是有的 因為如果你是以上年 公司的業務表現上來計算的話 公司有大概一成九的保育收入 是來自泰國 所以泰國這次的事件 我覺得對他的影響存在 但我暫時覺得 這個局勢的演變 都是比較短暫的 應該在短期間 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對於友邦的影響 其實是相當短暫的 不會太大的影響 但友邦本身 說真的 如果你攤開這盤數看的話 公司每一次業績的情況 我覺得都是理想的 甚至都可以說是優於市場的預期 而且你都表現得到 公司的新業務價值的增長 都可以說是相當全面 做得很好的 所以反而你說 當然是比較悶一點 就是友邦本身的股價 的確是很悶 但我覺得這隻股份 持續長線的話 其實是OK的 這隻我覺得是 暫時來說 可以持續長線的股份 所以反而如果陳小姐 你有課的話 我建議一下 如果你不是打算炒 先持續 比較難得 在你把口說 這隻股份值得持續長一點 是的 還有沒有其他股份想問 另外有個3633 就是優移 但這個我持續了很久 我在兩個六曹期買 我原來這陣子 好像升了 也挺多 但沒有價錢 我想想 它經常都不太長 我見它這次上了 其實可不可以放了 轉回384 明白 應該由5月10多日開始上來 當時都是2元左右 升升升升升到2.3.21 現在這一刻就先升一 如何保住 的確論走勢來說 384真的很不錯 如果比較上 384相對來說比較強 但是現在才考慮轉過去 其實這個384圖 其實現在這些位置 都接近前高位的水平 現在這個價位 和13.64相差不遠 但是現在才再轉到384 我就不太建議 你可以說 其實304這陣子的聲勢 短期內 反映了這些利好消息 雖然長線來說 它一定有利 但我覺得是要時間消化 因為現在中俄這個協議 你想想 是30年期 還有如果你講 公器的時間 是2018年 其實這些時間是鋪路的 所以你說真的影響 是有正面的 但是真的有很長線的 是一個部署的計劃 好了 看你那隻3363 可能是3363 3363 其實你可以說 這隻有多少次 之前來說 這隻比較寫敏一點 鍾玉然是 印象中 我對它的認識 真的不算太深 但你純粹看圖 其實現在它的走勢 開始有些突破 當然 從現在來比較的話 它前那位 兩個四毫半的水平 純粹看圖 其實這一轉 應該有機會視乎 這兩個四毫半的位置 兩個四毫半 你單一條橫線 你會見得到 在近年來講 近一年來講 幾次到這個位 都突破不了 所以反而你說 如果拿著貨 現在這一刻 看看它能否突破到 這個水平 如果突破了兩個四毫半 兩個四毫半的價位 先拿著貨 但突破不了的話 我會建議你 這些水平 可以暫時考慮一下 只能只賺 好 希望可以幫到你了 謝謝你的電話 Stanley 因為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休息一會 待會回來 三點後 再和大家看看其他股份的表現 提及的股份 你有否拿著 都沒有時間 謝謝你 先待會再談